这是我最近用来玩游戏的设备 一款比较小众的掌机 它是ABS Y-Loot 安卓创流掌机 如果是在以前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和不解 但是去年索尼也推出他们自家的创流掌机后 可能现在了解掌机的人会多一些 索尼那台新的PSP创流掌机呢 是将PS5的画面通过网络传到掌机上 也就是说游戏并不在掌机上面运行 可以把它理解为把PS5的画面 投屏到掌机上面 那么这台ABS Y-Loot也一样 我们不仅可以把PS5的画面投过来 而且PS4, Xbox,甚至电脑的画面都可以创流过来 我们可以随意安装MPP 因为它使用的是安卓系统 在应用安装方面没有限制 机器使用的是牛皮纸包装盒 打开后可以看到一个收纳包 旁边有一条A2C的充电线 机器就在这个包里面 我拿到的这台是白色版本的 可以看到屏幕上面有一行提示 那我就找个充电头 配合它这条线来给机器充电看看 屏幕亮起来了 那就把这个模撕掉吧 之后开机看一下它的系统 这个是国内的版本 它的系统跟最初的国际版本有些不同 你看这个初始化的过程中 会出现这个腾讯游戏 这里有一些教程就跳过了 这就是机器开机好后的界面 最左边的应用市场提示还在建设中 所有的应用就这么几个 非常简洁的系统 这点我觉得还不错 进入试制看一下 机身存储是64GB 系统版本是安卓12 再来看其他的配置 他使用的处理器是MT8365 4GB的运行内存 CPU是4核A53 主频2GHz GPU是马里干G52 由此可见它的性能确实不怎么样 这个配置是完全没法跟现在的手机相比的 不过它定位是创流展机 那么来看看它创流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 一些常见的创流APP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BS Wireroot必备来下载 它其实就是提供这些APP的网盘下载链接 点击后会跳到浏览器下载并安装 例如我这里安装一个Steam Link 不过我日常主要还是使用Moonlight来创流 所以我们来看看Moonlight在这上面的使用表现 分辨率最高1080p 码率给它拉到最大150 我想看看这种情况下它会不会卡 我观察下来画面好像还挺流畅的 此时电脑每秒传输大概16MB的数据到掌机上 这里我也进行了局域网测速 这台掌机的上下型都是300多Mbps 不是很高但是应付创流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感觉码率不适合拉码 因为这样会增加它的解码延迟 码率150的情况下 解码延迟在16毫秒左右 如果降低到80码率 那么解码延迟就是12毫秒左右 这边我还使用秒表来测试它的延迟 我的显示器是4K60的 而这台掌机是1080p60的 观察下来发现很多时候居然可以两边同步 这倒是让我挺意外的 有时候会有十几毫秒 也就是一帧的延迟 我觉得还不错吧 再给大家看看创流游戏时的延迟 其实我之前也只能过用Switch来创流 但是Switch的屏幕确实不行 我这个续航盘本的Switch屏幕只有5.5英寸 跟ABS外露特的7英寸相比小了很多 而且Switch的是720p的分辨率 ABS外露特的是1080p 不过两者的整体外观上面差别倒是不大 这台掌机用的还是霍尔班机和摇杆 背后内圈有防滑纹路 整体的握杆还可以 这台ABS外露特掌机使用的是5200mAh的电池 官方是说在50%的亮度下 可以玩8个小时的游戏 我这边没试过长时间连续玩 不过我观察了它的待机耗电情况 现在我开机了336个小时 也就是14天了 机器的电量还有51% 可以看出它在待机的时候耗电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平时基本都不关机的 后面待机了22天 电量还有15% 充电方面呢 一开始我使用荣耀平板的充电头 功率最大是来到了95 一个小时充进去了1761mAh 从14%到100%大概需要2个小时40分钟 后面我换了一个支持PD协议的充电器 观察到充电功率是可以来到17瓦的 那充电时间还可以再一步减少 有一点我想吐槽一下 当我们常按主页键时 会弹出这样的调节菜单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如果能像Switch一样 增加时间和电量显示会比较好 不想在串流玩游戏时 我没法知道电量和时间 所以目前我的解决方案是 将掌机切换到平板模式 这样串流的时候 从屏幕上方往下滑 就可以看到时间和电量了 创流这种玩法在平时我也是经常使用 像之前我买的Steam和英伟达的电视盒子 主要也是为了来支腾创流 有时想想也觉得自己挺莫名其妙的 明明现在有了4K显示器 有了游戏性能更强的显卡 却喜欢支腾创流到别的地方玩 不过仔细想想 我支腾创流其实是为了提高显卡的使用频率 有了创流之后 我除了在电脑面前打游戏 还可以坐在客厅用电视打 以及躺在床上用掌机来打 所以这段时间这台ABS外路的掌机 我使用下来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相比于拉伸手柄夹手机 它的优势在于更大的屏幕和拥有手柄震动 而它的超长待机 可以让我不用太担心它的电量问题 反正平时用完我就锁屏放一边 下次要用直接解锁就行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说内容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